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他掏出钥匙,把解剖室门打开 等他往里面一看,顿时大惊失色 不只是他,杜志勋和画像师也都大惊失色 解剖室在地下没有窗户,只能靠灯光照明 此时解剖室里一片昏暗,只在墙角有两盏灯 在微弱的灯光之下,一幅无法想象的恐怖情境呈现在众人眼中 那些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全都坐了起来 他们坐在靠背椅上围了一拳 身上还带着裂开的巨大伤口 一张张脸皮就像不太合适的人皮面具勉强地贴在脸上 那一幅幅诡异的表情仿佛正在召开一场秘密会议 不想让外人知道 就在这时候,从暗影中传来古怪的声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摩擦地面的声音 一个恐怖的黑色物体从暗影中慢慢凸显 他的形态有点像人 但是他移动的姿势却十分诡异 他的两条胳膊僵硬地垂在肩膀下 身子僵直微微浅倾 两条腿根本不能弯曲 一下一下地在地下拖着向前移动 杜志勋他们三人眼睁睁看着 已经目瞪口呆 心口将被一只手攥住 随时都能捏爆 眼前这一幕不正是监控视频里出现的 那个丧尸人吗 他竟然出现在解剖室里 就在眼前 警察们费尽心思将找这个神秘恐怖的家伙 可是当他突然出现在眼前 带给他们的惊骇 远远超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那个丧尸绕着围坐的尸体慢慢行走 喉咙里发出咔咔的声音 走着走着 他忽然停在其中一具尸体身边 完全僵硬的身体 吃力地折弯成几乎九十度 抚到尸体脸上 张开大嘴 开始撕咬死者的脸 那个叫神笔章的画师 最显崩溃了 惨叫一声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杜志勋不愧是一高人胆大 虽然心中也十分惊恐 却依然沉重 迅速拔出手枪 瞄准丧尸的背影 大吼了一声 住手 再动我就开枪了 不管对方能不能听懂 他都要先给对方一个震慑 丧尸果然停住 你能听懂我说话 对不对 我现在命令你 举起双手 丧尸没动 不知道是没听懂杜志勋的话 还是举不起手 画师坐在地上 哆哆嗦嗦指着丧尸 惊恐至极地说 他 他在笑 丧尸站在黑暗中 肩头微微耸动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无比的邪恶猙獰 柳飞忽然急中生智 点灯开关在门口 我开灯 你瞄准他 他逃不了 他奋不过身地冲进解剖室 摸着黑在墙上找开关 如果那个丧尸这时候扑向他 他可能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忽然 杜志勋大声提醒柳飞 小心 他转过身来了 当丧尸转过身的刹那 柳飞按下了开关 解剖室瞬间从黑暗变成白昼 连同围坐成一圈的尸体和丧尸 都暴露在药木的灯光之下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击中在丧尸的脸上 都想看看这个吃人丧尸的真面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尤其是杜志勋和柳飞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把他们吓得够呛的诗人丧尸 竟然是丁浅 灯光晃得丁浅睁不开眼 他抬手遮住了眼睛 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似乎刚刚睡醒一样 杜志勋简直暴怒了 恨不能先给他几枪再说 喂 你搞什么鬼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呢 就没离开过 一个人待着实在太无聊了 就给自己找点事做 找事就是扮演丧尸嘛 杜志勋转头问柳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飞 咱们不是都一起离开了吗 他怎么还在这里 柳飞一脸尴尬 没法开口 他总不能说 是他故意刁难丁浅 把他锁在解剖室里的吧 看样子 这小子不但没被吓到 还玩得很嗨呀 柳飞此时拿过的上端女神架子 气气败坏地朝丁浅吼 吼着 你挺大个人了 装丧尸吓唬人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 把一枪怒火都发泄到他的身上 丁浅倒是很有涵养 一点没生气 他扶着坐在身旁的男尸 一直脚尖点地 悠闲得好像靠着自己老朋友一样 对柳飞和杜志勋转 我在模拟犯罪 听到丁浅这么说 杜志勋心头一动 看那些尸体围坐的位置 再想想刚才丁浅模仿丧尸走路的姿态 和绕着尸体行走的姿态 分明是在模仿刚刚发生的杀人案 他在重现犯罪现场的案发经过 陆志勋唯唯冷笑说 居然连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 可是我们警察模拟犯罪 不是像你这样做的 你倒是模仿的活灵活现 我刚才差一点就开枪把你打死了 我知道 我跟你们模拟的不一样 你模拟什么 我模拟凶手的内心 杜志勋稍稍一正 觉得他在故弄玄虚就说 那你就说说看 你当丧尸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什么都没有想 什么 这算什么回答 你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想到 不 我是说 当我变成丧尸的时候 我的脑袋是空白的 我只有咬人的冲动 柳飞露出恶心的表情 瞅着丁前扶着的那句男尸就说 你刚才 不是真的咬了他吧 那倒不至于 我还有点理智 他接着对杜志勋说 站在凶手的角度 第一起丧尸案 过程简单 比较容易完成 如果第二起丧尸案 也套用第一起案子的作案模式 那么凶手根本没有办法 完成这么复杂的案子 我不知道现实中 到底有没有丧尸这种东西 当我刚才亲身体验过之后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杜志勋觉得丁前又在故弄玄虚 就说 亲身体验丧尸 你刚才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此经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想了解更多详情 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